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的神是公平的神 当人犯罪时要承受什么样的结果呢? 今天我们起思想,以色亚书二十八章 一开始就提到了祸灾 提到了以法连的酒徒 这群人饮酒,第七节 饮浓酒,饮被酒所困 结果呢,就东倒西外摇摇晃晃 一个人放纵自己在酒精,在玩乐 在自己以为快乐的事情上面 就会东倒西外摇摇晃晃 并且提到了第二节 他们用手将冠冕会摔落一地 这群高傲的 他们的冠冕被践踏脚下过去 以色列人很骄傲,这个国家很骄傲 以自己的出产军力为傲 但如今他们的冠冕会成为羞愧 是他们的冠冕被踏到敌人的脚下 亚书要大大的刑罚 以色列过去我们觉得哪里是我们的夸耀 在那个地方会成为羞辱 接下来经文我们看到 这群人不听真理 他们认为上帝的话语很重复 上帝的话语不重要 不要听真理 结果呢 经文告诉我们 他们必要跌倒 被网络缠住 一个人不听神的话 不听爱我们的父母老师的话 一定会跌倒 接下来提到一些官长 他们与死亡立约 他们立的约 他们跟埃及人结盟 想要寻找政治上的资源 而这样的结盟的结果呢 经文告诉我们 他们所立的约 必站立不住 并且他们要大大的被灭亡 大大的遭受心发管教 出于上帝的所有的盟约会成立 背乎上帝的所有盟约 必然落入灭亡 这样的要解提醒我们 许多人对神的话语的态度不正确 提到 所以耶华向他们所说的话是 命上加命 力上加令 力上加律 力上加利 意思是这一群人 说神的话语很重复 神就用这里的 他们的话语来刑罚他们 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以至他们潜心仰面跌倒 而且跌碎 并陷入网络被缠住 当然不要听神的话 就会落入跌倒 缠住 跌碎的光景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要战战兢兢来 寻求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思想 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要行公义 寻求神 我们来祷告 主啊 主啊 祢是千万不得的 饮酒的 必然东倒西歪 一切骄傲的落入自卑 一切悲逆的要跌倒 一切违抗上帝的将落入行法 让我们起来谨慎听神的话 专心听 谨慎遵行 谢谢主 祷告奉 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